制成药水,这都不一样 什么叫做炸药的糟 压药的脸 倒药的旧,一应俱全 有仙要有伙计 大家伙一阵忙 那么排队的病人是井然有序 别看人不少 除了有个儿板病人 哎,有哼警 没什么人说话,非常安静 一会儿有里边出了一个人书中代言 这就是老霞王师谷的大徒弟 叫做金晶红龙英太和 金晶红龙英太和 手里的拿着这么一摞纸条 纸条了有号 先得发号,跟现在侨并一样 得有个先来后到 把这号顺着排队的人 啪啪啪啪啪 一号一号发下去 手里的还钻着几张 转身回来 走到这桌上 把燕子掀起来 把剩的这号就压着燕子底下了 转身进去请老霞的工夫 童海川闪身可就进了八卦堂 桌子脚的一伸手 也最后边淡了一张号 然后再转出来 冲着九老子密比划 那意思我排队瞧病去了 要暗访王师谷 童海川二拇指夹着这号条 在人的最末位 排队跟那等着 头子都是病人呢 头子这些人回头瞅童林 甭往大夫瞧 我们就瞧出来了 这是起哄的 为什么 您做我们童林的模样 看我家伙 二次杭州来喝好带花呀 北高峰现役 人称紫辩 昆仑侠童林童海川 上古的精神 现在又半个官员 多得官呗 往这一站 胸扑子拔着 脖子梗着脸羊的 鼓鼓当当身上 还带着家伙呢 这不像有病的呀 大伙都瞅着呀 这童海川扎眼 童海川为什么拿最后一号 头来要再有人拿号呢 我不能家人头了 我一露面一说这事 后子这病就瞧不了了 所以拿最后一张纸条 等着 一会儿的公伙 就看英特河从里边 捅出一个老爷子来 好把童年精神绝术 身上穿着绸子长衫 非常的考究 满面和气 顺里边出来 不先归宿 把病人挨个先看一遍 这可就是负责任的大夫 说不错 把号给发下去了 但是不能绝对按这号来 先拿眼看 这叫忘闻问切 拿眼一看有没有特别需要先知的 那得加头了 得跟大伙把话说清楚了 您什么病啊 好比电话说了 我呀 感冒发烧 那先不忙 吃药不吃药你也得一礼拜 你不吃药一礼拜也好了 你吃药也得一礼拜 你这就先别忙 一看这鞋子呼啦 外伤 跟人打架 燃装一拳 砸鼻梁那样了 哗哗血流一身 这位运血 死过去三回了一觉 到这儿好灵哭带叫 警察您得救命啊 大夫都打我呀 其实他没事 为什么 这么管里头早就不留了 他自己害怕 大夫过来拿手一吹鼻梁子 鼻梁子都没舍 这您说用痣吗 大夫先把他搁一边 这先不忙 您找那位不愿意 往那一坐都这么样了 啪啦全下来 先就这位吧 这一会脑衣血就动不了了 这个 现在装一针 特效药要给打下去 这许就能顺过来 这个瞧病也得有先有后 所以这个老爷子王十五 他瞧病 人家得有个持极缓慢 出来得先瞧一眼 有没有特别重的病人 那得先瞧 需要先瞧的就得先给看 老头出了一看呢 有的是出诊 有的是负诊 但拿眼一扫就知道 也都是寻常的手术 没有什么疑难达证 今天 老头呢 跟大伙打个招呼可又回来了 走的桌子后头 往那这么一坐 那么他徒弟兄在和呢 到外面一喊一号 头一个可就进来了 那个说老爷子出去 转着一圈瞅着 童林没有 当然瞅着了 老头看着童林一眼 似乎没在意 童林还故意躲躲眼神 老头开始瞧病 这边坐下了 老头 跟病人一聊天 看看蛇胎 啊 给浩浩墨 问问情况 这个吃喝 便利 全都问了 睡眠怎么样 精神如何 中医吗 你要经常敲中医 也就是这一套 应手而得 写了个方子 把这个方子 交给英太和 英太和把方子 递给旁边的人 旁边单有 别的伙计学徒的 这个方子也得抄 给刘脉案 那老头就不管了 但有人给抄方子 刘脉案 有人带着上戒饼 抓药去 告诉他怎么煎这药 怎么吃怎么服 这位走了 英太和叫第二位 第二位要坐着 还跟那位一样 大夫瞧病 他可快呀 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 别看杀出去 耗不少 不到半天的工夫啊 到同林了 同林是最后一个 同林脉步进来 往这儿一坐 老爷子 我有病 王师傅拿眼一瞅他 哪儿不合适啊 我也说不上来 哪儿不合适 反正老远远呼呼的 我不是本地人 我从外出来 到您这贵宝地啊 我是办点事情 可是事情总不顺手 一路之上 老有事都给耽误了 那我心里起急 到您这儿之后 又碰见一件 非常棘手的事情 东西也丢了 这拿我东西的人 我还知道在哪儿 可是 找人就打不过人家 要东西又要不回来 所以我现在吃也吃不下 也睡也睡不着 浑身没劲 可是也说不上哪儿疼 听说您是为神医 神医谈不当 您给我瞧瞧吧 是个虚劳之症 有内火 那么 您把手放在这儿 有小脉枕 这脉枕讲究 不能说 那脉枕挺脏 一天到晚老跟那儿搁着 这也瞧那也瞧 每天都得换 特干净 老爷子有钱 伺候的人也多 上这儿来学医的人也很多 说现在话都是义工 白干活不要钱 为什么就位 跟老爷子掌能耐 教股术的徒弟 可就是英太和跟刘遵 剩下都是啊 学中医药的这个徒弟 把手往脉枕上 那么一搁 老头 伸手指头 一搭铜林的这个脉 寸关尺这么一号 这不是一般的大夫 一般的大夫 背背腾头 喝下 追的大方末 抄两个要案子 这就敢给人 瞧病 那叫虎狼医 这真有学问的人 真懂得医术的人 那号墨 那不是说一号上 就能号出来 很仔细的 且号 你要看好大夫 号墨 号的慢 您别着急 您千万别慌 怎么这么大功夫 他得确定你是什么毛病 持臣 滑术 都得弄明白了 童林童海川 暗叫内西 把自己的脉门 往下这么一缓 童林是武术家 真说童林一较劲 气臣丹田 立贯两臂 这胳膊跟铁的一样 你还甭说 拿手指的号 拿锥子扎都扎不进去 现在往下这么一撤立 屏住气息 这气脉不走了 那这人就没脉 这血不往边过 王师傅拿手一搭 就要搁一般的 这人就吓死了 王师傅一搭没脉 脸上一点声色都不动 您换那手 童海川又换这手 老爷子又给耗这手 哎呀 你这个病不好治 太和 他这个病得你治 您太和一听 师父怎么得我治 他得需要手术 我还没学到手术 这步什么 外科呀 红伤还好办 这黑伤我都治不了 内科我更不行了 你要是外科讲的做手术 刚才单说了 红伤好办 险子呼拉 见骨头都没关系 接骨头缝肉 也就是这 就怕是黑伤 青一块紫一块 您瞅着这就一块鱼青 里边受伤 受得很大 所以这个受伤 红伤好办 黑伤不好治 怎么手术 你不跟我学过古术吗 把他拉到街面上去 揍他一顿就 你不是有病啊 你是防我王之谷的呀 刚才我就瞅着你了 虽然神光内敛 屏住气息 你连卖门都能挪了 你的功夫不小 但是年轻人 你身上是有靶子 有武术的人呢 装可装不出来 你想把你的能力藏起来 你还没练到那一步呢 同龄一听高啊 大夫 王老爷子 嗯 我还真会两下子 我可不是来访您的 说实话你是干嘛呀 我是来请您的 请我 你请我干什么去 我从来不出诊呢 不是找您瞧病 帮忙找东西 啊 英才和一听 我师父是大夫 这位武术家找我师父 找东西 找什么东西 老哥哥 哎 别玩笑 英才和一听 哪你就叫老哥哥 这一说 瞧病的这些人 又没走的 大人都不干的 连抓药的伙计在仙上 连这些个 看病伺候的人 大人陈吉了 这三档街上 谁管管 王师母叫老哥哥 七七八八九九 见面叫爷爷 都算喷打呗 像那个老店里的伙计 是培训网的呗 这仨都太扎耳朵呀 连黄师母都落了 老哥哥这词 我可真是少听见了 你为什么管我叫哥哥呀 我确实丢东西了 北京城牛街清真寺 有个塞黑爷 贪老人家 我说个字说 姓金丹子名元 哦 那是位老前辈 他对我演讲 贪老人家说什么 谈了人家说 我丢这东西 错非广东龙门县的 王师谷 换别人找不回来 嗯嗯嗯嗯嗯 王师谷一听 是江湖上的事 那你也不能管 我叫老哥哥 您徒弟后拜了 我您写的亲笔信 咱们是亲家 您说 我不管您叫哥哥 我管您叫什么 啊 王师公 手丝阎然 顶经关桥 嗯嗯嗯 你是海川吗 不敢 同海川推桌 让你的站起身行 二次翻身跪倒 哥哥在上 递海川 给您施大礼 哈哈哈哈哈哈 老藤是仰天大笑 伸手相颤 贤地平身 道教于兄可想 耳朵里灌满了 别看把徒弟 都过去给同林了 没见过面 我还同了几位朋友 都请过来 同林来到八股堂外头 老头跟出来 拿手一指 马路对棍 好久老都跟那站着 您算了 雅然和尚本来 就跟王师谷认识 王师谷一看 我 全是成了名的人物 虽然说有认识 有不认识 但是 同海川 雅然僧同来的 那能错得了吗 和尚迈不向前 阿弥陀佛 老师主 你我一向未会 别来无恙啊 哎呀 高僧啊 您不在 您的清静禅林 怎么把您吹到 广东龙门县 我这儿来了 海川呢 你真是我的贵人 这几位 平常我想见 见不着 俗误缠身 王师谷每天 得给人家瞧病 一天不开门都不成 为什么 竟是复诊的 你给人瞧完了 不能说不管了 哪个大夫敢说这病 回去吃衣服药就好了 那也不负责任 必须得吃尿看 这回来瞧这是这药 下回来得调药 药的力量也不一样 那么王师谷 离物开广东东门县 青龙街 江湖上这些朋友 自己岁数大了 现在来往就更少了 一看雅然和尚来了 心里边高兴 同龄跟雅然僧 挨着个的这么一介绍 像什么话题 无形引一霞 甘雨甘总之 这还认识 也有不认识的 什么二陶弟兄啊 三一庄三老啊 普照禅师 这都不认识 重新给介绍 剧都是高门高户 成立民的侠子 老头高兴 骇养 蓬壁生辉 里边请里边请 同龄是最后一个号 后面也没人了 那抓药咱就不管了 这边医馆 打个堂上板关门 今天老爷子家里招的客户 这才把石匣让进八卦堂 到后边一看是小院这四个 非常的干净 窗明几净 那么英太和带着这些小徒弟 小伙许们 伺候茶水不必戏表 大家伙分宾主乐作 海川 你同高僧 这几位侠客 怎么到了我这呢 口口声声 要请我帮你们找东西 严重怎么闲 醋胆怎么酸 你得说让我明白明白 同龄未曾说话 是常态逆生啊 老侠一看 你我快意恩仇江湖人士 怎么做儿女之态 海川 有什么不痛回事 跟老哥哥我说 同龄这才 啪啪啪啪啪啪 把自己奉使命下高山 别开天地 令创乾坤自立家门户 怎么样的三杰一掌仇 跟把华山为仇作对 引来了二小夜入皇宫 盗取国家之宝 翡翠约阳朵 到现在挑动是非 已然打了拔华山了 都去那下了书信 有金元老筛 还提出来 没您这事了不了 所有的经过的密说 现在我们十位 前来搬请您 到八卦山 与两道说和 请国宝秦二小 替兄弟我玩这一案 王十五听完了 同龄同海川这片言语 心里边好自为难 自己 这么大的年岁 岂能再涉足江湖 陆林上的事自己不愿意再管了 另外 这么些病人扔不下 说不去 张不开嘴 跟高僧跟同龄 从门户攘乱 从交情上说 自己都应该帮忙 怎么人称侠客 一辈子 古道狭长 被朋友两肋插刀 那老爷子 做了一辈子善事 交了一辈子朋友 临了临了 朋友来有事 求自己 自己说不应 张不开这嘴 可是应 这事大了 就是我泡的开舍的开 我把这些个侨病的都舍了 我这万贯家资不要 我舔着脸去唱八卦山 李坤李太极给面子吗 李坤李太极跟我那么多年的朋友 包括他那太极十三世 掌中一对乾坤太极图 没有我王十五 他练不了 因为他不懂那八卦 人说李坤李太极 惊喜八卦 南盘江盼 八卦山摆下一座九宫八卦 连环谱外人难住 进去出不来 谁给他盖的 谁帮他弄的 谁偏偏给他研究这周天八卦 他哪懂啊 那是我告诉他的 我不教李坤李太极 一辈子他也成不了啊 李太极够个侠客 占据八卦山几十年 拜我之次 他话又说回来了 时过境迁 而且八卦山这次 藏亲犯逆国宝 斗的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侠客 那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 咬着后曹牙干 仰仗八卦山的势力 就凭我 王十五一糟老头子 到那一说 这事人就办了 把寒暴无知广 绑好了 就让佟人带回北京 翡翠约阳卓拿出来 就让侯庭 拿回北京 给皇上送去 能那么容易吗 四前想后 进退两难 老爷子这一犯心思 眼神一发宁 沉淫不语 大伙可就瞧出来了 大伙一看 这老头有为难之处啊 雅然和尚 双掌和十 乌弥陀佛老师主 王老侠 莫非有什么为难 高僧 谈不上为难 实在是 我的俗物缠身 我这有好些病人 我要走了 他们可怎么瞧病 同龄一听 那你要死了呢 啊 王十五 敬听说 同龄有能耐 没接触过这人 大伙都知道 同龄值 为了请您 在云南忽尔山 把余老侠噎的就够呛 大伙都想到了 唯独他敢往外说 您俩人家要有个破年之后 这有病的还不瞧病了 没您的时候 谁给他们瞧病来的 您这话说的 您不过就是走一阵 把这事了完了 回来还接着给他们瞧病 对 活的八十多 活白了胡子 活白了没 没活明白这个 同龄同海川 没活过人家 这人子那么直啊 就中的这可爱地儿 我还真得帮助他 那忙 海川先帝 老哥哥 依你说 玉兄我去得地 去得地 这一事办得来 事办来人 我相信老筛子 也要提了您 您老人家要出头 一定能办 真得说是我 同海川重生的父母 再到的 爷娘 那么我先帝 给您施礼了 别忙 别忙失礼 办事不成 不算无能 事我替你办 话可不能说满了 功不能张缘了 这么办 我呀 豁出去了 这么大年龄 我二次出世 重设江湖 我管管你们的闲事 那么我要到的八卦山 或是李坤 李太极 把咱们大伙 请到八卦山上去 或是咱们大伙 把李坤 李太极 请到铁扇寺来 我作为一中间人 我可不是什么贝里 什么同海川 猴亭 猴振远的打手 到那以武力 降服李坤 李太极 那非我之本愿 李坤 李太极 要讲的动手 打架 还是李同林兵的 到那我就讲理 百事实说道理 李坤 要给我这面子 献国宝 亲二小 李坤 要不给我这面子 甭说你同林 我王石谷 就算在了 到那会儿 斗首一走 我可就不管了 从此 连这八卦堂 我都不开了 远顿顺杀 你们谁都找不着我了 得 则您跟我去就行 王石谷 预备摘饭 预备酒肉 缓带时辖 这个事儿定好了 让英太和 写好了告白条 戳的门外头 叫做今日停诊 这今日停诊 您听明白了 可不是一天停诊 但是不能写好了日子 说老爷子出诊 停诊多少日 这些天要回不来 怎么办 所以大夫 写停诊 都是天天往外贴 今日停诊 你老来 老碰钉子 就是了 为什么回来 不知道 嘱咐家里人 看好了文户 带着自己大徒弟 金经红龙经 在何 跟随着石霞 有广东龙门县 青龙街出发 回转云南 昏山铁扇寺以外 早有人道道四中 文庆人言 广东龙门县 请来天下第一边 老霞王十五 群霞是轰然而起 自贝利爷以下 全都来到铁扇寺 山门以外 大家伙都在台庭下部站着 唯独贝利爷在台庭上 那不能够降阶相迎 庸庸处处一看 石霞同的 王十五师徒两个人 来到山门外的 甩凳离安下了坐骑 贝利爷这才往台庭下的走 可不能全下 下两部台庭 王十五可就明白了 自己紧往前跑 俩人一个台庭上 一个台庭下 可就见着了 老爷的要施以国里 自己把自己绣子 往下这么一打 一撩自己的袍袖 往下这么一驱身 说爵爷在上 臣民王十五与爵 哎呀老人家 贝利爷能等他跪下吗 伸双手相掺 老人家高见高见 老爷子 我们大伙就盼着您来啊 你一来海川这个岸 可就算结了 就是我贵为皇子 就能回家了 您别看我这么大的身份 这次出来 要这事办不完 我连北京都回不去 绝言您严重了 这样亚然和尚跟同龄 才给大伙医的指剑 给大伙这么一引荐 除了北侠 秋田秋配雨 在八卦山上 剩下所有种匣子都在 除了贝利爷 就得给西方家渔城建礼 西方老侠渔城 这地方够身份 够身份能见面 何其是 在一个江湖人讲究这套 心里都别弄 其实不乐意王十五来 王十五来了 想出我渔城来的 但见面客气话得说 那不能够 说就因为心里有点别扭 俩见面谁也不理谁 这位是老侠王十五啊 余老咱们好啊 那是侠客吗 那不够身份 大家就在铁山寺山门这 这通寒暄呢 还是祭祠长老 双掌和师 阿弥陆陀佛 老侠 决也 众位施主 请寺内随喜 来了不能直接 就聊天 给引着在寺里边转转 他这铁山寺好 占地八百里 山前山后 庙场可大了 这地方 就这庙 就这一圈 就好几里地 你就把这店 给逛完了 一天都逛不完 但也得简单走走 大家伙 简单这么一转 这才回戴琼宝殿 还是贝利耶居中 王世谷坐在上手 旁边有雅然僧 跟老侠余城相陪 大家伙按年岁 分担排序的这么一座 高谈库论 可就有人提出来了 老侠既来了 咱这事儿可就得抓工会办 老侠这个事情怎么办 请您示下 燕禄之上与高僧 与海川贤地 一人商量过了 就请一人 替我王世谷 下一封书信 这一封书信 下到了云南八户山 九宫八卦 连环府 乘于李坤李太吉的面前 演讲我王世谷 隔日就要前来拜山 那李坤李太吉 或是来到铁山寺 前来见我 或是派人聘请 我带领群侠上山 购奔九宫八卦连环府 见面 再谈秦二小 献国宝之事 不知道哪一家英雄 愿替我王世谷 前去八卦山下书 再败刘顿可就不行了 为什么 事不是那事的身份也就不对了 而且刘顿头次下书露脸 二次下书现眼 三小四探八卦山 让人先秦后放 也没有胆量再探八卦山 群侠大家 你看我 我看你 都想替王世谷下这趟书 可又都不敢 为什么 这身份不一样 跟王世谷 凭着身份的这屋坐着 也没有几位 大家伙正在思想之际 就听有人高圈佛号 乌连羊婆 善哉善哉 贫道不裁 我愿替老侠 你八卦山 前去下书 王世谷 背了爷 大家伙顺声音 拢目定睛观桥 飞着旁人 可了不得了 南侠和爷 海内寻真 老道长司马空 司马老道长 情愿做下书之人 心里边可不是那么想的 就于成不服你啊 我也不服 打八卦山 请的什么王世谷啊 就凭我东西南北 还别说 独占桥头 北极昆仑子 秋天秋佩宇 已然打进八卦山了 就凭这镇东霞头顶 掌中小听风龙原霸宝剑 就凭这我掌中 钟魁武士剑 这一口巨缺 就凭这西方老侠 一双铁掌 还打不了他 李坤李太极吗 文青法国山 铁筹的相法 要叫我司马空看 也不过平平二字 千辛万苦 师侠请师谷 请来了 你天下第一边 老侠王之谷 到这儿又怎么样呢 得了 我别让你去了 假借的下书为名 我要三探八卦山 倘若我要说动了李坤李太极 让李坤李太极 在我的剑下背负 我依然啊 就把国宝拿回来 南侠也别看 今年八十多了 老凶风在 飘银燃 站起身形 单掌猴尸 口轩佛号 我愿替老侠下书 这一回南侠下书 三探八卦山 引出来 从海船要八步 打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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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